-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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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材料的母体就是它们会转化过来 所以擦到皮肤上面呢 它一样吸收进去会帮助你做一个痘痘粉丝的代谢 而且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真的做得到 所以呢我就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而且这个大家都很容易买到 首先呢先讲一下我的肤质 我肤质就是混合肌嘛 那夏天的时候混合偏油就是会炸油 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是混合偏干 那我本身的习惯又很爱熬夜 所以你们知道熬夜就是皮肤的杀手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是个妈妈 那妈妈呢自由的时间就是只有半夜才自由 所以就是长期下来呢就养成了我熬夜的习惯 我大概平均就两点睡觉吧 所以皮肤不会有粉刺跟痘痘吗 一定是不可的一定是有的 我又是内包制造机 你们不要看我荧光用钱好像皮肤蛮好 就是长期抗战下来的结果 我真的非常爱长内包 我只要擦到不对的东西啊 或者是就是熬夜太狠 我就真的是内包就一颗一颗 而且就是在双颊这个地方 还有下巴都是内包 真的很讨厌 然后我又很爱吃辣 我就是无辣不欢的人 所以呢 因为可能因为这些生活习惯吧 就导致我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会长痘痘跟粉刺的肌肤 首先呢就讲一下他们这个调理棉片 当初啊我在使用它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去查清楚 就是它使用的规则 我每天使用 结果每天使用呢 我的皮肤竟然就敏感了 哦对前面没提到 我是混合肌 但是呢我又是混合当中偏敏感的 如果我就是常常进节变化呢 或者是空气比较糟的时候 我皮肤就会红红 然后有时候甚至会长一些小颗粒 所以呢我皮肤又很容易敏感 那我那时候呢我就想说 它就是胡萝卜精华嘛 然后可以帮助我皮肤做代谢 那我就很开心 我长期有在擦A酸 那时候你擦A酸 A酸是左右在皮肤比较深层的地方 那你皮肤表面的角质 如果代谢不出来的话 皮肤会觉得有一定点粗糙 那那时候我拿到它 我就想说那阵子我皮肤真的是 代谢有点不是很顺 我都已经考虑要弄酸类去代谢我的角质 那我拿到它我就说 哦 每天猛擦你知道吗 结果我就过敏了 哈哈哈哈 我就敏感了你知道哦 我的皮肤就变得很脆弱 那后来呢我就乖乖的去做功课 因为我就是没有做功课然后乱用 我就去查了一下他们的就是官方资料 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 就是代谢角质 它有去角质的功能 所以呢如果说像皮肤比较敏感的啦 你天天使用的话 就有可能会产生皮肤敏感的状况 因为角质被你擦的太薄了 那后来呢我就整个停下来 那停下来之后呢我就开始改成一周一到两次 就是依照我皮肤有颗粒的状况去做调整 那这样子之后呢我的皮肤状况好很多 它真的就是让我的皮肤很光滑 所以呢我之前就是触怪它了 对我那时候还想说天哪 怎么就是这个产品会让我皮肤更糟 结果是我自己的使用方式错误 像我本身就有在擦A酸的人 我的皮肤角质其实没有到很厚 如果有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习惯的话 要使用这类产品的人 那就是一周可能一次或一到两次 去帮助角质的代谢 我觉得非常的好 它非常温和 就是它不含酒精 因为很多这种棉片类的很多都含有酒精 那那种呢对于我这种敏感肌肤就会更刺激 我用下来呢我觉得相当的温和 而且它的精华液真的爆炸多 它每一片都有满满的精华液 然后呢它精华液呢擦到脸上拍干之后呢 是有一种滋润的效果 不油腻喔 但是有滋润的效果 我觉得这是它的精华液的成分做得非常的好 它又很贴心 它打开呢就是它有附一个盖子跟夹子给你 然后让你呢可以非常轻易的去取得这个棉片 就是不会不吹啦 你的手比较不会去污染这一整罐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它出来呢就是这样子一片 然后呢它两面都有做这样子的王格状 让你非常轻松的可以去角质的动作 然后擦在皮肤 你看它的精华液 我随便拿一片然后它精华液真的很多耶 它整个就是流下来 这样子你可以去擦拭你的皮肤 然后打到去角质 你不要一直滷喔 不要一直一直搓 千万不要 因为它是有去角质的功能 我呢就是这样子一片肌肤 大概就是会滑过一次这样 除非有比较粗糙的地方才会有两三次的一个动作 不然呢我基本上就是擦过一次 我的皮肤不是牛皮质 好吗就是不要一直去搓 它想说啊我这边粉色好多 我要赶快戴线然后就一直蒙搓 哦不要这样做拜托 味道不难闻喔 有胡萝卜恐惧者的人啊 千万不要害怕 它闻起来就是有点淡淡甜甜的味道 我觉得有点像苹果的味道 就是那种苹果有点酸酸甜甜的味道 真的不难闻 因为我也是很恐惧胡萝卜的人 我也是那种胡萝卜 然后就这样一根根挑掉的那种人 我很怕胡萝卜的味道 但是它真的不会让我很恐惧 因为那时候啊 即使是这个胡萝卜精华 我挤在手上我第一个就是先闻味道 因为我很怕它 我整张脸都变成胡萝卜 就是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再来就是这个胡萝卜酥 这胡萝卜酥真的具好用 它首先 如果你是油肌的人 真的不用担心 它完全不黏膩 非常的清爽 我们看一下它的质地是这样子 好 流动性呢就一点点 然后抹开来呢 就是转成这种精华的质地 非常的好吸收 然后干了之后啊 我们看一下就是手 这个皮肤会有一个光泽 非常漂亮 而且真的完全不黏膩哦 试试一下 就是真的完全不黏膩 像我这种啊 很讨厌华洋品黏黏闷闷的人 真的超好用 我觉得它使用感受真的很好 那再来我非常喜欢它这个品质的设计 因为这个呢 它是属于真空包装 这个设计非常好 比较干净卫生 而且比较不会 因为我们随着使用啊 然后时间比较长 然后内容就受污染了一个状况 这张照片呢是我使用前的照片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啊 我的下巴还有内包粉刺啊 皮肤就是有点点不平滑 那这一组呢 我用了一天隔天之后 我的皮肤我的手下去摸 真的光滑非常多 但是你要说颗粒完全不见 完全消失 都摸不到 怎么可能又不是泼硫酸 就是你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诶跟你前一天有很大的差别 就这样 后来大概都持续这样子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我就发现 诶我的内包啊有变小 就是我下巴的内包粉刺有变小的趋势 那后来呢我就继续擦 你知道这组短片我是从过年的时候收到 就使用到现在 我先使用到拍片 因为我就是想说使用时间长一点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比较准 我就擦了一个礼拜之后嘛 我就发现 嗯 我的内包有缩小的趋势 那我就想说看看那个内包会不会 整个缩到不见 或者是直接就 欸扣一扣就出来 结果没办法 那个内包太大颗了 后来呢 大概第二个礼拜 它就转成痘痘 就是 一下子非常成熟的痘痘 很大颗 然后一挤就蹦出来 结果我那个挤痘痘之前 我忘记拍照了 这个照片呢 是我已经挤完痘痘 有没有看到我下巴整个就是 非常的凄惨 但是挤完之后啊 就真的不再长了 我的皮肤光滑很多 而且 它不只可以帮助你粉刺代替出来 重点是我最近啊 在怎么熬夜 在怎么吃辣 它可以抑制它长 就是它不会长新的 所以这组保密我用完 我跟妳讲 我一定会去掏腰包自己买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用 尤其是你有擦A酸 A醇的人 你有在做皮肤 比较深层的调理的人 那有时候我们的表皮 还是会比较粗糙 就是你表皮带些不完全的时候 你可以搭配这一组 下去做使用 效果真的很好 真的 你的皮肤真的会光滑很多 而且会很亮喔 就是会 有磨过皮的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这样 我的使用感受真的很好 所以我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到现在应该用了 三个多礼拜了吧 快四个礼拜了 哦 我用现在大概四个礼拜了 一个月了耶 好快哦 一个期间我就觉得 我皮肤真的越来越好 所以这组保密的真的在这边 真心的推荐给你们 如果说真的心动 那赶快去去诊室自己摸摸看 我记得它有三个系列吧 一个是胡萝卜精华 一个是什么胶原蛋白 然后一个是维他命C 就是美白的 胶原蛋白 我现在已经30好几了 所以我觉得我很需要 我可能会买胶原蛋白来试试看 那希望呢 今天大家会喜欢我这支影片的分享 那如果喜欢的忘了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咯 好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